当下的感到今天的写中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会化妆 如果您不会化妆 也许您身边的朋友们会化妆 化妆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很多人有着完整的双手 甚至也觉得很困难 但是有一位女士却用嘴就做到了 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叫做Jessica Ruth 她现在是一名专业化妆师 乍看之下她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她的不同之处 Jessica患有先天性的关节变形症 无法正常的弯曲手和肘关节 Jessica这样天生有些缺憾的小孩 在学校总是会被欺负和孤立 于是在中学的时候 自卑的她开始尝试化妆 想让自己变得更自信一些 然而这对于一位无法使用手的人来说 并不容易 她说她只能双肘夹着笔 头低下来让自己能够够到那只笔 别人都是用手来画脸 而她只能用脸往笔上凑 但是经过反复的尝试 她终于能够自己化妆 而且化得很漂亮 她学会自己化妆之后 虽然被孤立的状态并没有完全的消失 但是她却因此而变得更加自信 在一个毕业季 她的朋友提出 让Jessica帮她化毕业舞会的妆 化习惯了自己的妆 这倒是头一次她帮别人化妆 而这一次她用的是嘴 尝试了好几次之后 她终于成功了 这个经验也让她决定把化妆当作自己的事业 但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有的人告诉她 没有客户希望化妆师离自己的脸这么近 她开了自己的化妆教学频道 用自己的妹妹做模特 她也出去做很多免费的化妆工作 让自己累积经验 终于她在上个月 被费城的一个时尚活动发起者相中 让她有了和专业化妆师一起工作的机会 活动之后 她开启了自己的新事业 还攒了一批固定的客户 这些客户都很喜欢她 现在Jessica的化妆技术已经高超到 连一些万圣节的夸张装扮也难不倒她 很难想象吧 没有手 但是却同样可以实现她的化妆梦 当下的感动 今天的行动 103.8A Radio 与您一起同心学习